喂 聪聪忙忙干嘛去呢 什么 伊非独不天下更新了 等等我 我也去 第209集 不是萧九安自己做的局 那是什么人能潜入燕北军大营 给三万燕北军下毒 这事必须查 必须要尽快查清楚 不然他这个当皇帝的寝食难安 太医一确诊 皇上就立刻下令命人调查此事 明面上把这事交给人刑部 暗地里却动用了皇家专司探查的暗卫 让他们去查昨晚潜入燕北军大营的人到底是谁 做过 必会留痕迹 各国的死事是什么招式 用什么套路 彼此心里都清楚一二 很快 证据就指向天武的死事 皇上 昨晚潜入燕北军大营的人 应该是天武的死事 只是他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下毒 而是为了杀白天在街上闹事的百姓 另外 据属下调查得知 萧九安手上的燕北军早就中毒了 只是一直瞒而不报 直到今天才揭露出来 皇家的安卫也不是吃素的 只一天的功夫就查清了事情始末 甚至挖出了燕北军早就中毒一事 萧九安与萧绍容隐瞒的功夫确实一流 可他们就是再会隐瞒 也不可能把所有的痕迹都抹掉 萧家的嘉兵一早就混入燕北军 代替燕北军巡逻 指手 只要有点脑子的人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这是栽赃陷害 皇家安卫一提 皇上立刻也就明白了 昨天纪云开当着她的面 指正天舞公主派人暗杀萧九安 她没有拆穿那对夫妻 已经是给足了面子 今天萧九安又安排了这么一局 给天舞公主跳 简直是胆大包天 皇上顿时就气笑了 这一手玩得还真是漂亮 这对夫妻还真是好本事 在朕的眼皮底下就该耍花招 化被动为主动 不像一般人那样得罪了谁就去道歉 出了什么事就想办法解决此事 而是制造一件更大的事 让对方不敢也无能力追究先前的事 这手段确实了得 这事对天启也有利 可皇上却高兴不起来 萧九安和纪云开 有把她这个皇帝放在眼里吗 行事之前不跟她商量也就罢了 居然连招呼也不打一声 在他们夫妻眼中 她这个皇帝是不是就是一个摆设 天舞公主还能再蠢一点吗 居然轻易就中计了 萧九安的计谋没有多精妙 只是她把人心算准了 她算到了天舞公主一定会出手 把时机掐得顶顶好 安卫低头 沉默不语 皇上要的也不是安卫的回答 她只是心里不快 忍不住说两句 带到心中的玉器散了后 皇上便提起正事 去 把证据送到天舞公主面前 让天舞公主给朕一个解释 不管她有多气萧九安 现在她都只能顺着萧九安的安排走 借机抹掉先前天舞公主受辱一事 顺便要一些好处 而且天舞公主待死士进天起这事 处了她的逆临 她要不敲打天舞公主一二 天舞公主还当她们天起好欺负 是 陛下 皇家安卫得令 立刻退下 卓人将消息传到天舞公主手上 事实上 不需要皇家安卫递消息 天舞公主也明白 自己被萧九安和纪云开给算结了 她又不是两耳不闻窗外式的大家闺秀 三万燕北军中毒一事 在朝堂上闹得沸沸扬扬 她怎么可能不知 结合昨晚的事 天舞公主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萧九安 本公主处处为你着想 你居然这么对我 天舞公主很想告诉自己 昨晚设计陷害她的人只是寄云开 跟萧九安没有关系 可是她并不蠢 所以她无法自欺欺人 毒害三万燕北军 你还真是看得起我 我要有这个本事 我现在就是天舞的储君了 哪里还需要挂一个公主的名号 天舞公主眼眶微红 这个时候哪怕她再坚强 也忍不住伤心 她倒不是怕事 她只是伤心 伤心萧九安对她的态度 公主 我们现在怎么办呀 天启的人定不会相信我们是清白的 芙蓉见天舞公主一脸伤心 可还是忍不住提醒一句 现在最要紧的不是怪燕北王 而是想着怎么解决此事 这么大一个把柄落到天启手里 天启皇帝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能怎么办 自然是看天启皇帝画出什么道来 我们接会便是 这事他们有口难辨 毕竟昨晚他确实派了人 潜入了燕北军营 要说他的人什么也没有做 谁也不会信 难道我们就要生生地吃了这个亏吗 芙蓉心里憋屈 一脸不愤 这亏不吃也得吃 去查查看 到底是谁给久安的人马下的毒 这事他认不认都不重要 天启皇帝已经认了 他现在只想知道 他给什么人背了黑锅 要他天舞背黑锅 那人也得付出代价 是 奴婢这就去查 芙蓉一脸挥败 搭拉着脑袋走了出去 可不等他查到什么 皇上的人就把查到的证据递了过来 虽然什么也没说 可天舞公主还是明白 天启的皇帝这是要他给个交代 不就是想要好处吗 我成劝你 天舞公主满不在乎地将证据丢在一旁 便不再理会 萧九安能坑他 可并不表示皇上也能坑他 他人就是在天启 他也有的是办法把这个场子找回来 皇上与天舞公主的动作极快 两人当天就把事情查清了 纪云开也不比两人慢 他虽然没有能力去查 可架不住他知道的多呀 得知萧九安上朝 把三万烟北军中毒的事捅出来 纪云开不由地笑了 萧九安果然是不肯吃亏得住 天舞公主只是被人当街奚落了番 虽说吃了大亏 可终归只是小打小闹 稍稍让一步就能解决的事 可萧九安设计的这事不同 毒杀天气三万兵马 天舞公主这一下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不脱一层皮都摆平不了此事 王爷真是太厉害了 王妃你说得对 王爷果然是有后招的 这一招撤得太漂亮了 看那个天舞公主还怎么嚣张 抱心不愧为是燕北王府的死忠仆人 得知此事笑得乐不可遏 不断地夸赞萧九安英明神武 纪云开听罢 笑笑没有说话 继续摆弄手上的花草 有一下没一下地修剪着 只是她的心色却没有落在花草上 眼神时不时地看着西北风 本集播讲完毕 不过也是不是 别急 下集马上就来哦